欢迎你来到今天的中文课 本期课程是由每日中文课官网赞助播出 这次不是我把我的手割流血了 而是我的朋友不小心把我的手割流血了 这个时候他可能会问 怎么样怎么样要紧吗 真对不起真对不起 我不是故意的 这个时候我会说 不要紧不要紧 只是伤到了一点点 没关系没关系 没事没事 刚才我用到了三个词 我说不要紧 没关系 没事 这个时候你可能会问 难道这三个词的意思是一样的吗 我会说不要紧就是指后果不严重 而我说没关系是因为 我的朋友做错了一件事情 他说对不起对不起 我说没关系 我再给大家第三个场景 假设我的手一直在流血 我的朋友开始担心我 他说真的不要紧吗 我说不要紧不要紧 过两天就好了 可是血流的越来越多 他真的不能再等了 他说不行 我们现在就得去医院 我说没事没事 我不想让他担心我 没事没事 他急了 什么没事 你看流了这么多血 我们现在就去医院 你看 刚才一开始说的是不要紧 其实是对他的问题的一种回答 要紧吗 不要紧 但是当我真的想强调真的没问题 的时候 我用的是没事没事没事 没事 你知道吗 每日中文课已经有了属于自己的官网课程平台 成为我们的官网会员 你不仅可以看到比YouTube更多的中文课程 同时还可以下载管理每一节课的中文ebook 很多人不知道这个中文ebook到底有什么用 比如你觉得今天的话题太难了 或者我的语速太快了 你需要查询生词 学习关键句型 我们的幕后工作人员已经把每节课的字幕编写成了一篇篇的中文文章 在文章里我们会标注出关键词汇核心句型 帮你更快更高效地掌握每节课要学习的内容 还有一个最棒的消息是 如果你加入每日中文课会员 还可以定期参加线上见面会活动 如果你想成为我的学生 定期通过线上的形式 用中文和我聊天 那么快点加入每日中文课官网会员 我在那里等着你 非常期待你的加入 那么快 羽群 中文读 中文字幕僚 中文字幕 Percy